台铁公司瑞穗西站停车棚地面 21号下午不知道何故突然陷落成大坑 有一部脚踏车硬声掉入坑内 第一时间立即灌江回田的台铁 今天一早会同地方现看 而地方建议期盼能够全面检视 站体地基结构安全 避免灾害扩大 21号下午瑞穗西站停车棚地面 陷落的天坑 台铁公司当晚10点多就火速回田完毕后 盖上了铁板以侧安全 今天一早台铁花点公务段 等相关人员再度回到现场 与县刊关切的地方公所 县府南区服务中心各级名义代表进行说明 他县的地方先铺上钢板 也把停车场做进空 避免再有人员侮辱 造成伤亡事件 那我们后续会先做紧急的灌浆 那后续再就可以开放给民众再做使用 瑞穗火车站西站晚工启用至今9年多 由于为瑞穗温泉区主要进出口 游客往来众多 听闻车站旁停车棚出现天坑 游客也忧心车站建物环境的安全 2013年当时铁路局辞资4.3亿元工程经费 重新改建打造瑞穗火车站新站提风帽 施工期间西站北侧停车棚区域就经常发生抽谈陷落 增加了施工难度 完工启用后这一次又发生地板塌陷 包括西站单车业者 县府南区服务中心副主任周玉梅 在内的机关名义代表也特别提点 期盼后续台铁能全面检视战体集体结构 台铁花联工物段也调阅相关设计图与施工图 初步厘清地板塌陷的原因 也听取地方意见后表示 除了先行灾害抢救 并也将全面检视暂体建筑基地 以立后续改善工作的推动 那至于地方名义代表所提的 附近还周边还有一些 类似塌陷地方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找原来的施工单位 就是铁道局这边来一起共同检视 那看是不是还有哪些地方需要做改善的 那我们会做一个通办的检讨 会看一绝的同时 公物段调派人力机具接手进驻 针对地板塌陷造成的天坑 先行灌浆回填完成 安全无余后也将会开放乘客或民众使用 记者时玉兰瑞瑞采访报道